大家好我是丹丹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丹丹 歡迎收看今天的Shuttlebutt新卡點評思考 那今天我們要繼續接續昨天的新卡往下講 首先我們看到的第一張是精靈的職業銀卡 自然馴服師11的體質進化133 入場局如果本次隊戰中自己已經離場的精靈從此章數為10張以上 則會獲得圖鑑效果 然後謝幕群會拿到一張妖精的學習 那基本上目前出的精靈新卡來說 大多數都已經走這個離場幾張會幹嘛了 就是有點回到之前阿莉亞雪花妖的那一種感覺 就是走離場體系的 那我們看一下他謝幕群拿到的這一張妖精學習 是一張一費的銅卡法術 召喚一個妖精到戰場上 那如果本次隊戰中自己已經離場的精靈從此數為5個以上 則會使其進化 那如果為10個以上則會抽取一張牌 從金卡變銅卡能力也少了一條 對這個就是一費精靈然後去幫你疊加這個離場任務的 然後還會幫你補一張牌 就就就看用 你要解這種離場術的牌組應該是會帶的 而且他是一費一費突進然後他謝幕群可以直接拿一張精靈 所以我覺得怎麼樣都不差就是還可以幫你過牌 應該就是看用卡但是也不是強到那裡去的看用卡 就是3分3.5分的價值 你要玩新的精靈然後如果新的精靈是這種離場 是玩得起來的話這張高紀律還是會投入 所以3分選用牌 好 看完這張之後我們來看下一張 下一張是精靈的職業紅卡 嫩綠的形成卡斯戴爾 101的體質進化123 入場曲給予一個敵方從者2點的傷害 然後另外一個入場曲 如果本次對戰中自己已經離場的精靈從者數為10張以上 則會增加一張心率的顯現到手牌當中 一費打2 然後離場10個的時候會拿到一張心率的顯現 那一樣我們要來看一下Token才可以平這張卡 那心率的顯現是一張一費法術 然後他會回復自己的1P1點 如果本次對戰中已經離場的精靈從者數為20個以上 則會給予自己消費為1以下的從者全體加3加3於守護的效果 與無法被能力破壞 那攻擊與能力所給予的傷害可以破壞這個從者 然後會給予自己消費為2以上的從者全體加1加1的效果 就是一個阿莉亞但沒有幾尺 但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上一版本的DLC有補了一張212的卡片 誒對吧 紅卡嘛對212的紅卡 然後會給這個第一張的一費生物幾尺的 所以你可以利用那張212來搭一個幾尺 讓他回到有點像以前雪花妖的感覺去 不斷的去拿這個一費法術然後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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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灌一個大的傷害我覺得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了無心意的感覺 因為很多都是舊的能力 然後稍微改一點點東西是放上來的 但是呢換另外一個角度想 他可以做到這個全體加3加3於守護 所以你不一定要急著Downton進攻 可是換另外一個角度想就是你已經離場20個以上了 然後你還勸不殺對手你要去加一排隊友 好像又 又又又哪裡怪怪的 阿當然好像又哪裡怪怪的 可能你回手不夠多必須做這件事情也是有可能 阿當然這樣場面會很強也不一定 確實應該會蠻強如果打兩張一費法術 然後你場面可以鋪個3到5張的 3張以上可能就還不錯 打個兩張法術變6加6加6加6守護 然後無法被能力破壞 就是新的體系上面來講必須要的一張卡 就是核心卡已經算是新體系這種離場的精靈的一個體系的核心單卡了 就4分吧我覺得就4分 就很像雪花啦 必須要講就是一個比較防禦型的雪花 但我覺得高機率還是會打 就是單回合去做一個回殺吧 可能還是要 然後可能利用這個黑百合前面去抽點傷害 然後最後再利用這個去做斬殺也不一定 反正到時候可以組來再試試看 我自己覺得就4分差不多有點了無心意 就沒有很有趣 好看完這張之後我們來看下一張 下一張是吸血鬼的職業紅卡 地拳赫若木 444的體質進化466 本身自帶一個守護 入場去給予敵方主戰者與敵方重者全體兩點傷害 那如果復仇狀態已發動 只會給予原本的變成6 那如果復仇狀態未發動 只會給予主戰者兩點傷害 簡單來說就是4-4守護入場 對手全場打2包含頭 然後你如果沒有復仇的話自己也會打2 但如果你復仇狀態發動的話 則會是對手全場跟頭打6 一個4倍的少2少場 然後後來我去查一下就是現在可以進復仇的手段都還在 狼王啊那些 能夠進復仇的手段都還在 你不用自己扣到10滴血以下 所以 單卡來說真的還不錯 以單卡來說應該是蠻幹的 可是 認真去討論購主的話 就是目前現階段已出的卡片來說 好像沒有一個特別適合的吸血鬼體系 可以去帶到這一張的 然後你說要用兩張去打12 那也是巴費的事情 好像也還好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他雖然搶 但好像沒有這麼多人說這麼幹 我自己覺得啦 因為最主要是他沒有一個真的很適合 他的體系可以去做一個發揮 我覺得如果有一個很適合他的體系去做發揮的話 可能會是 假設他8費的時候 打一張4費的這個去做一波燒場 然後打6 然後在剩下4費當中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然後 去做一個更高爆發的斬殺 或者是一個比較優秀的一個展開之類的 也不一定 那現階段的吸血鬼真的沒有這麼適合他 所以要看後續給的新卡 或者是看到下一個版本 有沒有機會讓這一張去發官發樂 但以單卡來說 所以我自己覺得4.5分沒什麼問題 就是一張單卡是強卡 但要放入整個體系可能又微妙微妙的一張卡 好 看完這張之後我們來看下一張是龍族的職業紅卡 龍之魔女莉莉有五 22的體質進化244 入場去捨棄一張自己的手牌 增加一張龍之創造到手牌當中 那進化時會使隨機一張手牌的龍之創造消費-2 222丟一然後拿一張創造 那我們一樣來看一下他的龍之創造效果 龍之創造是一張二費的法術 所以你如果進化的話 就可以把手上的創造變成了零費 那零費然後可以丟兩張自己的手牌 然後增加一張莉莉有五的幼龍 一張莉莉有五的巨龍道手牌當中 本身是二費氣一 然後來到了這個龍之創造 如果你有進化點拿的話 又是一個零費氣二 那你可以在早期去做這個氣牌 然後拿這張零費法術 然後不打 然後如果去搭這個金銀的氣牌龍的話 可以在金龍的那一層打這個零費氣二 我覺得效果還不錯 可以讓你在金龍那一層多打更多的傷害 那他還會拿到兩張牌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兩張牌 分別是 第一張是這個 莉莉有母的幼龍 011守護 謝幕許補二 就一個優質的一費守護神武 然後會補兩滴血 還不錯 就優質然後補兩滴 對就也沒有什麼特別能提的 就是一個優質的東西 那來看他另外一張是這個 莉莉有母巨龍 255的體質 然後本身自帶一個途徑 攻擊時如果對從者進行攻擊 只會使其失去所有能力 然後使該從者的攻擊力與生命值轉變為1 失去所有能力然後變生命值 攻擊時 所以這張牌基本上就是 撞誰都會活下來 因為他會讓他失去所有能力 然後再變成1 所以怎麼撞 你都會變成254 對吧 以這個說法來說的話就這樣 我想一下 222 然後入場丟一張就可以拿創造 然後創造你如果進化的話會是 幼龍跟那個巨龍 幼龍跟巨龍 幼龍跟巨龍 想一下 所以你後手試費會蠻厲害的 先不要論在創造 在那個氣牌那邊 就單論單卡的話在後手試費還不差 嘿 那想一下 我自己第一個想的是拿去經營氣牌龍 去多一個氣牌手段 因為 之前巨蟹退了嘛 氣牌其實有的時候有點少 那這張加入的話 因為我還沒有看這次氣牌 欸不不不 這一次的這個退環境會退誰 所以我不確定 但如果大多數沒有被退掉的話 這張牌可能有機會投入到經營氣牌龍裡面 然後在早期你在邊解任務邊跳費的時候 這張牌下去進化 然後拿一張零費的龍之創造 然後讓你在這個八等 或者是九等去刷金龍的時候 多一個零費刷二 然後 欸不 彰化是刷四 反正就換兩張啦 換兩張然後刷四 然後你換完兩張之後 你還會有兩張牌在手上 嘿 就 就你是沒有虧 呃 對你沒有虧牌 你少一張牌啦 就自己本身這張 但不算太虧 然後這兩張你如果後續用不到 你也可以利用其他的氣牌把這兩張氣掉 所以整體上面來說不虧 欸不虧 不爛 欸但不爛 就 嗯我想一下 氣牌龍應該會帶 我覺得氣牌龍應該高級會帶 因為他本身入場可以氣一張 欸本身入場氣一張拿一張 就是他不會虧你的手牌 欸他不會虧你的手牌 可以幫助你早期的解任務 然後 呃 你那個二非法術 如果你真的有費用空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甩二非法術 去拿兩張去幫助你中期的場面 嗯 怎麼樣 我感覺怎麼樣都不差 那其他體系的龍族 因為目前 武裝龍會用這個東西嗎 武裝龍可能不太需要這個 我自己覺得武裝龍可能不是到太需要這個 那未來看其他體系龍族會不會帶這個 但金銀的話感覺 金銀七百龍應該是會帶這個 我自己覺得就是一張可以選用的堪用卡 沒有到太厲害但也沒有太差 不過他巨龍真的還不錯 所以我可能會給個 將近四分 原本是想給三點五 就是堪用的選用牌 但是因為有那張巨龍的關係 我自己覺得可能有四分 嘿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新卡點評 因為如果要把當天全部的講一講的話 這支影片會太長 所以我們今天分兩支 後續還有幾張卡片 會在下一支影片進行將近喔 好的那麼這一次影片就到這段落 我們下一支新卡點評影片再見囉 掰掰